还挺好看的吧 这个呢是小牛的胸腺 小牛呢也就是差不多六个月大 然后在被屠杀之前 他只吃过母乳的这个牛 但是是在法餐里比较出名的一个食材 长这样 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来做它 有点像普通的瘦肉一样 这么一块 你看 然后呢我们要去的呢 主要是它背部的筋膜 你看 这是一个真空袋 然后把这几块肉都放进去 我们先撒盐 不错了 盐 除了这些以外呢 我还准备了一些香料 我觉得用一些百里香 会比较提味 少用一点因为它味道很强 这个是Taragon Taragon我觉得味道不太大 这是水草 水草我觉得可以来点 拿水草吧 我用的是一个抽中间空机 这个其实很容易很便宜 而且我们现在呢就选Vacuum 好 这样这个镜头好 看 好这样就可以下了 我们是62度就是刚熟的地步 脏气一定要全熟 实际上说说是刚熟的 实际上谁比较一升的话 可能得75度才是最安全的 我为了为了吃也就无所谓了 反正62度是肉是熟的 好下去 你注意一下它沉没沉底 有的空气排没排干净 它会它会那个浮起来 所以如果浮起来 你往前压个东西 不然它那个浮起来 那个头那可能收不收不到 好我们现在呢 给它低温慢煮了一个小时 现在基本上已经熟了 所以我们取出来 如果你是就飞牛排的这种温度 就非非半熟的温度 低温慢煮的话 就尽量吃它刚熟就取出来 因为它那个这种温度的话 它会可能会把里面的鸡肩组织降解 然后最后弄出来之后 它不是那个 就不是那个刚 就是刚刚熟的那种牛排 牛排的味道 肉排的味道 而是类似那种 就是炖过之后的口感 因为它会比较松 肉之间 所以我们就是 差不多一个小时 刚熟就给它取出来 然后现在呢 我们把它汁收到锅里头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肉本身给擦干 好 我们现在切一点新鲜的食料 我们现在呢 来做这个酱汁 黄油 热起来了 把我之前切好的slot 先下锅 就红葱头 红葱头给它煎软 好 你看现在还是 也很轻了 继续给它熬丑 它只能一点汁 我们就需要一丁点 现在已经面粉干了 然后呢 我们给它撒点面水 铺上 锅里头 加油 多加一点 要炸的效果 我先试一下 就算了 炸的效果 酱油 好 要炸的效果 然后 就像在这一点 炸的效果 炸的效果 放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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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香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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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煮沸騰 水煮沸騰 油煮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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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这个差不多弄好 然后我们这个酱汁也现在也好好了 不用太稠 差不多就是淋在上面就可以了 淋蘑菇上一点 淋蘑菇 还挺好看的 切一块大的 你看很嫩很嫩 里面还在粉红的 蛋已经熟了 我尝一块 酱汁 就吃起来一点脏气味都没有 就小型的胸腺我觉得它那个 算是脏气味特别少的味道 然后呢口感呢有点介于 介于那个肥肉 还有那个瘦肉之间 有一点像那种 就是像和牛一样的口感 就是那种 里面遍布的那个 瘦肉里面遍布肥肉的感觉 或者说有点像脑花似的 但它比脑花 就是要紧实的 它还要有弹性吃起来 那和脑花不同的事 它一点脏气味都没有 吃起来就跟普通的肉一模一样 很好吃 它生的状态下 也没什么脏气味 说实话 感谢观看